深邃五官配上巴掌臉 169公分衣架子身材 艺人郭媛媛活躍于时尚界 也被封为微风女神 28号深夜脸书签字文写出 也曾被黑人陈建州信骚 2015年陈建州用送衣名义 希望在郭媛媛社群争取曝光 当时范伟奇怀有身孕 虽然他对一则讯息 传自拍照给黑人哥看看呀 感到疑惑但没太过在意 前往对方办公室拿衣 没想到却突然被背后环抱离地 陈建州将他按在腿上 速度说出你先亲我一下 郭媛媛挣扎无效 只好亲对方脸颊 之后主动减少接触 但对方人不断传讯说 要送衣服鞋子 多次推脱未果 选择约在公开大马路见面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再往陈建州住家 搭乘电梯还选择分开搭 质疑对方可能不想被电梯监视器 留下一起上楼的画面 分开上楼 对方倒了杯威士忌给他 还来不及反应 又被压住环抱 丢上床后 对方突然说 哦这张床不可以 事后理解分析 可能那张床位置 是在范伟奇主卧室 紧接着他又被抛到另一张床上 就像老爷追丫鬟的愚蠢场面 直到他放声大哭后才停止 对方最后送他回家 而后继续传讯 四年后跟陈建州上节目再度碰面 没有特别尴尬 将节目流程走完 但他也提到 现在对陈建州 不存在 原不原谅心情 决定说出来的原因 只有一个 就是不想让大哑 只有一个人 大哑看完文章留言 眼泪又忍不住往下掉 只说原来他的魔爪 伸这么长 我不是一个人 你也不是一个人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 语音信箱 解稿前 致电陈建州未接通 他透过经纪人表示 针对墨秀的指控 不再回应 往事被一一揭露 微风女神不惧千万求偿 力挺大哑 三新闻众文报导